昨天呢,湖北清工职业技术学院营新生的时候有一位52岁的新生 这位新生呢,叫鲁新林 这位大哥呢,52岁考上了大学 那么有人去查了一下他答案 其实他80年代上过一次大学 然后呢,由于去年的身体原因 50岁,50多岁以后他就办了一次退休 他就办了退休了,所以退休以后呢 他不想经历这种钓鱼打菜籍的这种生活 他想继续回到学校,上学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什么呢 其实大家有没有品味过 其实上学是件很幸福的事 每一个走入社会以后的人都会发现 其实你的学生年代,尤其是你的大学 其实是你人生中最幸福的一个时光 去除了高中那种高压力的高考的压力 然后到了大学 五湖四海的兄弟跟你在一起 一起学习生活 甚至说吃喝玩的 真的很幸福 当你走入社会以后 面对社会的压力 工作压力 家庭的压力以后 你会发现其实你人生最幸福的时光 有可能就是你的大学时光 所以这位兄弟 这52岁的大兄弟的选择 我是支持的 这是从个人角度 从这个知识角度讲 没错 每个人应该多学一些知识 包括你50岁以后 不要觉得退休以后 我就什么都不要学了 不好 最起码你想想 你到老的时候 会不会得老年痴呆 你好好学习的话 多学知识的话 你老年痴呆的几率都会低于旁人 你会发现很多 知识量特别大的老人 到老年的时候 就在临终的时候都非常清醒的 告诉家人怎么办什么事 怎么准备后事 甚至把家里所有的东西理得非常清楚 这就是家有一老入有一宝的 最重要的一个显现 所以我支持这位兄弟继续学习 其实这也符合我的某些想法 就是人 什么是幸福 怎么能幸福 其实上学其实很幸福 尤其上大学 你也交了很多新的朋友 学习每天学习新的知识 对吧 当然了 你也不影响你处理家庭 其他的事情 哎 其实吧 我这个视频是想说 什么是幸福 如果人类 解决了这个 一川 一时住行这种基本需求以后 真正的幸福 跟钱的关系真的不大 现在中国人不幸福感 很高 幸福指数下降 就是因为中国现在的社会 整个社会的拜金太严重了 社会上很多问题 你会去深究 都是拜金导致的 恋爱 没有了 婚姻减少了 亲情淡漠 包括 很多 咱不能说的问题 可能都是 拜金导致的 大家自己去想 其实 幸福这个东西 只要你解决了正常的 这个意识住行温饱 那么你 那幸福和钱 关系就非常小了 希望大家能理解这句话 这样的话 你的幸福指数可能会提高 因为这个东西 主要是反映在你的精神 和灵魂领域 和钱的关系真的不大 如果你还觉得 它必须是跟钱关系很大的话 那我可以百分之百地告诉你 你的幸福的层次非常低 低到了 那种让人觉得能活着就很幸福的状态 真的挺悲哀的 OK 今天咱们就说到这 我们讲大家都 了 秦队 等 做